好 各位同學 大家好 那老師本身的名字叫做 徐敏 有沒有 徐敏 那徐敏的話 she 我們英文說是 s 有沒有 mean 是m 有沒有 所以呢 有些人會叫老師是sm老師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解題上面會很變態 好不好 會很變態 那這等下我們再介紹 那本身老師在行動補習碗裡面 我是教國中理化跟高中物理 為什麼還會去教那個國中理化呢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把國中理化學好 那高中物理就會學得很簡單 所以如果你在國中已經有聽過老師的課的同學 那基本上我們的方法會一直延續上來 那你會覺得在學高中物理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簡單 那基本上我們的高一物理上面 我們的高一物理上面 那它會延續一些部分國中的 可是呢 也把以前高三的課程拿下來 比如說它有一個關電效應 有沒有 也有講到氫原子它的一個模型 它有一個能階 那講到電磁波的這些概念 近代物理學的概念會把它延伸進來 所以這個高中物理的困難度就很高了 那不過我們說這個高一課程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老師會用 老師會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讓你去了解 了解什麼叫做關電效應 什麼叫關電效應 那你可能聽完之後覺得很簡單 那為什麼這課程你必須去上 為什麼你必須去上 原因就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你未來會考一個叫做學測 那學測是五課你都要考 那物理是很多人都有害怕的科目 那如果你在高一就先把它上好 那基本上你未來 你未來如果再去上你的 再去複習你的高一的部分 不然你是社會主還是山主 你以後再去讀你的高中物理會覺得簡單很多 就在複習的時候會速度會快很多 因為你基礎打得比較好 基礎打得比較好 那基本上老師上課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講幾個部分 按照幾個部分來看 那第一個就是什麼 第一個我們當然講到就是 觀念的部分 那老師很注重觀念的部分 你觀念一定要懂 物理它就是一個行為 它會形成一個怎麼樣的現象 把它的行為把它弄得很懂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講到牛頓有三個運動定律 那牛頓運動定律 我們如果問你說 什麼叫牛頓運動定律 你會怎麼說 是牛頓運動定律很簡單 它叫做什麼 它叫做慣性定律 有沒有 叫做慣性定律 那牛頓運動定律是什麼 你國中學過了 我們就說老師這很簡單 這叫做F等於MA 也不錯 那什麼叫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它告訴你的就是作用力 什麼 反作用力 你如果答這樣子 有沒有 那我也不能說你錯 很好 可是你不了解 牛頓的內心在想什麼 其實牛頓它告訴你什麼 各位 牛頓是牛頓運動定律 指的是運動的行為 那運動的行為所謂的慣性定律 它所告訴你的 就是說 當你在運動的時候 如果合力為0 是怎麼樣 合力等於0 物體將怎麼樣 維持原有的運動狀態 進者橫進 動者橫坐等速直線運動 有沒有 合力等於0 那第二個呢 是合力如果 不等於0 那它就會產生加速度 當然它的裡面是講到動量的 相對時間的變化率 相對時間的實變率 那這個我們就不想那麼深 就是合力不等於0的時候 它就會有加速度的行為產生 就會產生速度的變化率 那既然合力等於0也講完 合力不等於也講完了 那為什麼會有第三定律出來呢 第三定律就告訴你說 力量它是如何去傳遞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在討論 都是一個點 一個答案 一個指點 可是真正它可能是一個物體 那這物體的話 力量要怎麼去做一個 傳遞的現象 那如果你能夠了解這樣子 我相信比你原先想說 它慣性F等於MA 作用力反作用力 好來的好 這是第一個觀念的部分 那第二個呢 在解題的部分 在解題的部分 那老師希望能夠教到你的 叫做什麼 叫做破題 破題 也就是說 你能夠了解題目裡面 在講什麼 而你能夠去分析 不是要你直接拿到題目 就去拿到題目 一直計算計算計算 死背去計算 不對 你要先去分析 分析什麼 分析它給你的條件 條件到底足不足夠 它給你哪些條件 你能夠去接哪些東西 那這個你可以參考老師 有沒有 如果你國中課程有上老師 你可以參考老師直線運動裡面 它就告訴你怎麼樣 告訴你說 比如說你有哪些條件 就帶哪一個公式 那你每一個題目 它給你多少條件可以足夠 足夠 那這個上面就是分析它 分析它之後 然後再去把它怎麼樣 再去把它 看看老師到底可不可以 那再去把它破題 再去把它破題 你要給它有條件 比如說講到平面運動 如果高二有上到老師的課 平面運動 那基本上 我們每個題目都是心算 為什麼 因為你把題目拿起來 分析完之後 你就知道它怎麼出了 而最厲害的是 你可能上了兩個小時的課之後 或者三個小時的課之後 你自己也可以出題目給同學寫 為什麼 因為你了解它 因為你已經破題了 你已經破題了 那有觀念跟解題 那還有一個公式的部分 有些公式你可能很難去記 那老師可能會有些方法讓你記 比如說我們來講到勞社 關線勞社 那關線勞社這個公式很難記起來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在這裡怎麼樣 第一個 這裡已經是在準備學測的地方了 那第二個呢 有可能怎麼樣 在這地方很少用到 所以根本記不太起來這個公式 那我可能會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式子 就 delta y 等於 alanda除以d 有沒有 那這公式我怎麼記啊 我很簡單 這個當然它每個它含義的地方 那你不用理它 你要知道它是怎麼記 我們說 一個人 跑去看R片 我們就把它叫做底歌 有沒有 很容易就把這個式子記起來了 這 delta y是它的兼具 那這個式子記起來 你基本上很多題目你在解的時候 它的觀念題 你也可以解得出來了 所以呢 這是老師的跟你介紹 這個老師在教學上面有幾個部分 那你很容易就去把它 記起來了 就把它記起來了 那 那 有機會 希望各位同學能夠來讚老師的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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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